那我手里面拿到的是咱们前两天做开箱的时候一个月计花 很多的花手在养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类似于我这种情况 有的花手呢不敢浇水 因为他说听老花医说那个渴了以后不能浇水 该浇水的要浇水 你可以看他现在已经干透了 干透了很多的花手在浇水的时候呢 他就很随意的去浇了一下 然后会出现一些个不好的情况 我给大家今天呢也会做一些个演示 你比方说咱们这么浇水 很多花手就这么浇啊 他就这么浇 他浇的时候看下面 他基本上就随随便便的这么一看一浇 他这么就感觉啊下面漏水了 好了就浇完了 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对吧 其实呢他并没有浇透水 像这种已经干透了的情况 不论是什么样的话啊 您记住了干了就浇不干不浇 干透的时候也要给他浇透 你浇不透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这种方法 这个方法呢叫浇盆 你看咱们刚才你感觉浇透了 你现在泡下去就咕咚咕咚 他能喝水喝个没完 这个方法适用于大部分的花 好吧 你像兰花也可以这么操作 你浇水一定要给他浇透 等着他 你可以这么泡 泡半个小时也行 别泡太久了 一定要让他喝一个透水 好多的花肉就是 你像咱们那个里面的那个叫灵兰 那个风铃草 你浇水的时候他中间老是假心 老是假心 你看说我昨天刚浇的 结果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呢大家伙也一定要盖他这个点 浇水一定要给他浇透 往一边吧 好了希望花儿没在养月季化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点 干了就浇不干不浇 干透了浇透当然了其他的花也是这样 一篇关于月季的一个加强码 献给了大家 另外呢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 就是像月季化像这种形态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他掐掉了 很多话也老是问 这个月季化开完以后怎么修剪 你直接那么把它头掐掉就行了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清点 像那种不好的都可以给他掐掉 你别担心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他有很多小花包等着呢 对吧 这两个站的空呢 你什么时候宠幸他呀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这张一 白了 下期再见